各位同学好 我们前面介绍了反矩阵 那现在呢对于2乘2 矩阵的反矩阵呢 它的表示方法为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理 好 我现在有个矩阵A 矩阵A为A11A12A21A22 如果呢我们的A11A22减掉A12 A21它并不等于0的话 那我们A呢就会有反矩阵哦 好那A的反矩阵 就是为A11乘上A22减掉A12 乘上A21分之1 乘上我后面这个矩阵哦 A22-A12-A21A11 就是我们高中所说的 主对角线这边对调 然后其余的变号 主对角线对调 其余的变号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立体 好利用我们的公式哦 找出哦 5723的反矩阵 好那5723它的反矩阵呢 就是 5乘以3减掉谁 7乘以2 分母就是5乘以7 跟正 分母就是5乘以3 减掉7乘以2 好那分子的部分呢 5跟3要怎样 对调 7跟2要怎样 变号 好所以呢 我们计算出来哦 它的反矩阵呢 为3-7-25 好3-7-25 如果现在呢 你担心 诶我这个反矩阵 计算出来 诶有没有计算错误 好你就 把这个我们计算出来的反矩阵呢 乘上我原本的矩阵 乘出来 只要 结果呢 视为单位矩阵 哦 这就表示 你的反矩阵呢 是对的 好 这就是我们 求2乘2的反矩阵